耶稣爱你!耶稣爱你! 我是伯特利教会杨牧师 从陈刚弄,今天要唱一首诗歌 感谢耶稣给你听 用国语唱的 我们一起来唱感谢耶稣 一二三 来 感谢耶稣 以你爱之身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你恩典光达 养生歌颂主 你生命 赞美又赞美不停 你是我的一切 你是我主 再次 感谢耶稣 感谢耶稣 你恩典光达 你恩典光达 诗歌里面提到 我们要感谢耶稣 为什么要感谢耶稣 这边提到 因为她是每一天爱我 每一天爱江姐妹 每一天也爱奶奶 我们的江妈妈 江妈妈 耶稣 爱你 每一天都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恩典就是礼物 上帝给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明亮的眼目 明亮的眼目 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个很美的心情 很棒的心情 我们可以唱诗歌 我们可以感谢上帝 给我们这个救恩 这里诗歌提到说 赞美又赞美不停 上帝是江妈妈的一切 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一切 所以我们将这首诗歌表达对上帝的爱 可以再唱一次 唱诗敬拜上帝 就是对上帝说我爱你 我们再唱一次对上帝表达我爱你 再唱一次这首歌 感谢耶稣 预备 请 感谢耶稣 以你爱之身 感谢耶稣 是啊 好好感谢耶稣 我送一段圣经给郭妈妈 这段圣经是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 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意思就是说 我们信耶稣的人 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子女 上帝的儿女 我们变成一个新人 什么场合是新人呢 就是在婚礼的场合 结婚的时候 牧师会正婚 这对新人 他们要成家了 他的身份会改变 一个男人变成丈夫 一个女人变成妻子 原本有两个不同的家庭 现在又组成一个新的家庭 郭妈妈呢 身份又改变了 以前她是某某人的女儿 现在变成天父的女儿 她加入了一个新的大家庭 加入一个新的大家庭 这个大家庭叫做教会 一个大家庭叫做教会 它是教会的一份子 是教会的一份子 所以呢 天父爸爸 天父爸爸 是我们的大家长 我们的弟兄姊妹 我们是弟兄姊妹 是吗 年轻年老 一样美好 年轻年老 一样美好 上帝看我们是很宝贵的 上帝看我们每个人 都是独一无二 很宝贵的 每一天我们睁开眼睛 打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 我们可以仰望上帝 和上帝说 我有上帝真的很好 我爱上帝 感谢上帝 将你心里面的话 告诉上帝知道 有什么心事可以跟上帝祷告 晚上一个人安静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跟上帝祷告 谢谢上帝 让我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让我能够每一件事情都感谢 都可以感恩 赞美上帝 祂会给你好的健康 给你好的体力 给你好的 我们的每一方面都会祝福 妈咪的记忆力 我们祈求上帝 帮助妈咪可以恢复一些 狗远的记忆 都会慢慢恢复一些感觉 我们也做一个挤头 我们来做一个祈祷 让妈妈可以恢复一点记忆力 让妈妈可以知道 上帝没有远离她 一生的保抱她 我们来祷告 我们也挤头 亲爱天父 为我们的家妈妈祝福祷告 你是她的牧者 让家妈妈不知缺乏 你让她躺过在青草地上 引她到河安邪的水边 你为她的 你自己的名引导她走一路 主啊 你是她的牧者 你供应她 你保护她 你爱护她 你也借着弟兄姐妹去陪伴她 让她不孤单 让她在九十一岁的年纪里面 看到上帝仍然的爱她 永不放弃她 她的女人我们也为她祝福 我们为到将姐妹来祝福 她把妈妈这样照顾 实在是看顾在患难当中 或在病痛软弱当中的亲人 她是有爱的 求你把这样的爱多多地加给她 让妈妈在连迈的时候 仍然可以结出果子 如同香薄树一样的 可以有柔美 如同棕树一样的发望 我们谢谢主 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我们看到 你就是引导我们的那一位 每一天圣灵带领我们 能够在基督里面 可以共同来聚会 虽然妈妈已经没有办法 常常到教会去 但主啊我们 基督徒可以把教会带过来 你就与我们同在 因为你应许我们 地上要两三个人 同心合意在这里唱诗祷告 赞美上帝的时候 你就答应我们 与我们同在 我们谢谢你的应许 谢谢主 让我们在主里面 虽然不同教会 但是可以同样的一个 彼此认识相爱接纳 谢谢主 听我们的祷告 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奶奶 哈利路亚就是赞美主 常常说哈利路亚 赞美主 感谢神 太赞美 感谢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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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别 ine 俺 pix